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简秋 首先就到这一集 跟我们一起讨论 国内以及国际议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 郭正亮 亮哥 大家好 平安 前章简健 舰长推议上校 黄征辉舰长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看看几个重要的议题 其中在政治选举的议题上面 昨天有个战斗篮的记者会 这场记者会上 韩国瑜讲了一段话 当然余波荡漾 他喊国民党 因为他到海外去的时候 很多的好朋友跟他说 又软又没出息 听听他这段谈话 海内海外对国民党 都是充满了失望 大家都认为国民党 怎么这么软 这么没有用 这么没有出息 期待我们所有战斗篮立法委员 文要能战 武要能斗 心中要有理想 他还提了三把刀的理论 那么这个到底有没有 国民党没出息这样的氛围 柯斯仁昨天也在节目上说 其实他也认同 在高雄走跳的时候 民众就认为国民党太软了 枪在这里你们还没有捡 恨铁不成钢 那么民进党相对之下 很会选举 今天一个最新的消息是 向欣夫妇 这个莫名其妙的诈骗分子 他让这对无辜的夫妻 已经在台湾滞留了 1420天 而当时是谁定了他们的 好像为谁先判 定了他们的罪呢 不就是我们检教单位 和我们的政府吗 包括了蔡总统 现在这两对夫妻总算 从各种案子洗钱 这个欺漏国家机密等等的案子 通通都无罪了之后 终于可以回家了 那当然也有大家网友在讨论说 为什么向欣夫妇可以回家 你没看到马文君跟好友 正在牛盆里热身吗 代表2024选战要到了 前一个案子结了 下面还有准备要上场的各种案子 黑到底 让黑到你没办法翻身吗 那王立强共谍案 蔡总统当时是怎么指示国安单位 他还公开的讲 国安单位要大批的人马 都去澳洲调查交换情报 因为攸关国家重要的安全问题 需要彻查 那现在到底要不要道歉呢 会不会对尤其是两位无辜的当事人 对于人权上面的侵害 那么当然我们的制作单位 也去打了电话给总统府的发言人 但是都没有回应了 也没有回电话 所以无论如何 在台湾的人权议题 我们要保障股价安全 但总有些基本的要求 这也不是我们自称为民主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 他应得副总统在玉山论坛里面就讲了 印太地区和平稳定 世界就会和平繁荣 所以台湾推新南乡政策 扮演了一个良善的力量 要让台湾成为具备任性的实力 亚洲 大家是我们的伙伴关系 那在这个上面 吴钊燮 我们的外交部长 还特别拿了这个酒 是来自澳洲的红酒 喊着说 我们要喝下自由之酒 这是被中国制裁的澳洲红酒吗 那么这是澳洲前总理莫里森也在的现场 但其实 人家中澳关系现在可好得很 正在准备恢复当中改善 其中包括了 埃班尼斯11号就宣布了 因为这个是过去澳洲艺的记者 在中国的环球电视里面工作 已经被积压了三年 因为说是涉嫌 泄露国家迷迷现在已经被放出来了 同时还准备要访中当中 还有对澳洲跟中国的棉花出口 已经飙升到九年新高 双方关系正在破冰 那我们还在期待着红酒被制裁 引起双方的不满吗 这个问题恐怕先从自己先做起吧 那2021年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是美国前驻联合大使克拉夫特 公开在玉山论坛上面所提到的一段话 他说2021前夕 他已经出访团队已经在机场跑道上 准备要出发到台湾来了 结果硬生生被拉下来不能够去 是被中共威胁了 那当时美国还是担心 那为什么跟中国的利益交换了呢 佩洛西一样访台 那最后中国抗议还不是来了呢 那对于今天在场子上 好像力挺台湾的论述 事实上真的有挺到底吗 那还有国防部到底 昨天前一段我们谈了很多 国道前线的议题 都是为了要保卫台湾不是吗 国道前线的目的不需要能够备战 能够把台湾的实力产生拒止的功能 但国防部在这件事情上 业务报告到立法院去的时候 大家就问怪了 怎么没有谈到尾巴战争的影响呢 还在过去的这个状态里头去分析 难道因为太新了来不及吗 所以立委就认为说 似乎国防业务中漏了尾巴战争 好像没发生一样 反而展现的是国防部 对于相关的国际现象 一个慢半拍的现象吗 那么同时在台海如果爆发战冲突 大家看的是什么 看影响了会是美国的态度 如果俄乌战争也在 那么又加上了尾巴战事的话 会不会影响美国对于台湾的态度 那么美国防官员罗耶尔还特别说 有信心因应任何的处罚事件 就算俄乌战争现在爆发一年半了 尾巴爆发严重的冲突 到底有没有能力同时因应三方的局势 万一台海也出现问题的话 他们说反正就是有信心就对了 亮哥无论如何在这个海海之间 动不动就喊共谍 向欣夫妇现在终于可以回去了 但是这个情报 情报战里面 有更多是拿来做选战的操作 而不是真正的危害到国家安全吗 不是 王立强那个案 王立强已经被遣返 那可是因为就是你前面讲的 因为毕国的在野党太无力了 所以也追究不下去 事实上很多问题都可以归因到这里 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国民党 我认为民众党的立员党团也很弱 民进党在2008年大败的时候 整个立法院只有27席 你就充分感受到他的存在 人家是如何做到的 高度的纪律 高度的团队精神 高度的作战的议程 很多人每个礼拜都睡在立法院 国民党我坦白说 睡在立法院还要找看看 有没有椅子 民进党就直接睡在地板上 因为我以前是民进党我很清楚 这个坦白说 一路过来高端快筛 只有最近巴西鸡蛋还打得不错 而且讲白了 如果是在超市摩柴阶段 那时候也没什么人响应 是到了食安阶段 其实也是靠了临北好游 他有些专业的认出 就引起了民众开始有感觉 那个时候才成为一个事件 如果是除弊案小组 什么打币小组等等 基本没看到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在 这次的选举上面 我记得过去只要有 总统大选这个级别的 各个竞选团队都会成立打币小组 还有那个快速反应队伍 你这次有看到吗 民进党的问题那么多 国民党还执政那么多地方 比如说我随便讲 台南的炉炸案 国民党有去找台南的议员 组一个打币小组吗 有吗 那郑文燦 桃园这么多传闻 张善政已经执政了 那党中央有去找张善政 成立一个打币小组吗 没有 所以我坦白讲就是 这个党中央 这个立院党团 还有这个总统竞选总部 就作战力非常的弱 这个就是台湾的问题 所以你一天到晚坦白讲 最有监督力的叫新闻大百话 我真的是 就很多问题 反而是你们这边先弄开 然后大家做评论 然后接下来就没看到 比如说我就看到王鸿威 我常碰到王鸿威 我就跟他讲说 你是补选才选上 然后才进了立法院 我怎么觉得你一个人的声量 就占了国民党立院党团 快要一半这样 你不觉得这个实在是 很荒唐的事情吗 我坦白讲如果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就会造成人家 韩国瑜讲的是有感而发 因为我跟他也熟 我知道他是性情中人 他是听到什么 感受到什么 他就把他讲出来 因为我知道民进党是如何在 困恶中慢慢走出来 2008那时候陈一扁贪污被抓 那时候民进党已经到谷底了 只有27席立委 因为那一年我们都有参选 全挂 台北市全挂你知道吗 台北市 我记得那个时候 林淑芬勉强当选 所以人家做到现在 表示他很强 可是我的意思说 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氛围 尤其是马英九第一任的时候 那根本完全没有对手 那你看他还有办法在那个情况之下 然后顽强的在扮演反对党的角色 对不对 那马英九是2008上任 2009就发生ECFA了 对不对 你看民进党在ECFA 顽强的抵抗了多久 至少抵抗了快一年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我没有说对错 我只是说他反对 他就全力以赴 那ECFA坦白讲我认为这个对错 当然每个政党有不同立场 可是从高端到快筛购买 到鸡蛋这乱七八糟 88枪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 你有看到一个议题 国民党连续打一个月以上 有撑过一个月吗 我刚才ECFA民进党 大概至少搞了快要一年了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 如果你从这里还没有去反省 你这个政党的 所以为什么赵朝康要搞战斗篮 我完全可以理解 就是你现在这个党中央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我讲白了就是这样 结果你还在那边 还会听到一些谣言 说你是不是要抢地盘什么的 赵朝康也没有要选党主席好不好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实有点悲哀 就是说我们是这样一路来看 台湾的朝野两党或三个党 我说实在连时代力量的战斗力 都超过国民党 就是这样 所以在野党如何扮演角色 也难怪让国军在各种议题上面 好像都有苦难言 现在连这个浅浅案也都还搞不清楚 我接一下亮哥刚刚的话 我觉得蓝的之所以没有战斗力 就是因为他们很大一部分人 都认为他们是谦谦君子 我不骗你 你要记住 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好人 我先劝你 绝对不要跟坏人斗 为什么 好人只能说实话 只能做好事 坏人能说实话 能说谎话 能做好事 能做坏事 就是两个武林高属队 坏人十八班武艺样样金 好人只有一半 你好人到立法院一定输 所以就变成如果你认为 我不能这样 我不能那样 我们要跟他这样子 说实话 基本上你打不赢 这是一个 所以说什么叫做文要能战 武要能斗 麻烦你报告一下 我们韩市长 记住一个 如果你认为是好人 不要进来淌这个浑水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就是王立强这个东西 我一直觉得在台湾 有些事情很奇怪 如果这次政党轮替 一定要追这个事情 我问你王立强这个事情 那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勾知的是一个有问题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在台湾现在 所有人做了坏事完毕之后 你看做了这么多事情 诬陷人家 没事 完全全身而退 完全没事 我问你 当初这个新闻谁传来的 谁制造的 谁来研判的 谁下令要抓人的 这一连传过来 这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布局 这个布局你知道吗 是官方设下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当官方要来整你 你真的莫可奈何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期望他们现在抓 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刚才政党轮替 我跟你讲 釜底抽薪的来 一个一个来看 当初是怎么样子 能够去办这个事情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讲到军中的这个 像最近尾巴战争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影响对台湾可能会很大 也可能当然没有 如果数战数绝也OK 如果打大了是不得了的 那你现在看 这个美国的航母过去 对不对 我把一个 我海军的一个观点告诉你 这里有一个图 拉近点你看看 你看这是地中海 地中海最宽的地方 我今天量了下600公里 最宽 它四面八方全都是陆地 好 记住这个的图形之后 然后我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有的航母战斗群 航母战斗群作战 它的第一个动作是 如果我的敌人在这 它第一个动作向后退 它要推到距敌人500公里 为什么它上面的飞机 太珍贵了 它只能保护它自己 所以它旁边的人来保护它 它推到500公里之外 它才能够所有空军来保护我 船来保护我 结果你现在在那里面 我的天哪 第一个 它的最宽最宽只有600 意思就是说 它原来的众生缩小这么多 第二 你更别忘了 它那个环境有多么的复杂 它附近的有多少民航机 我告诉你 在陆地跑的汽车 都会变成一个目标 因为那个汽车在跑 那个雷达一碰 都普勒效应 就是一个目标 它在雷达会觉得 好多目标啊 到底哪个是敌 航母在那里面 是非常危险的 我先讲 非常危险 有一点像翁中鳖 所以未来 如果航母真的过去了 我真的有点为它担心 不晓得被谁偷偷摸摸打神的话 这场战争会变得非常的可怕 会变得非常的大 那会不得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关注 尤其台海 你知道吗 最近好多人已经在说了 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请大家多多关注尾巴战争 是 教授 所以当我们现在 不管赖兴德副总统 在一些公开场合里面谈到 好像我们台湾很厉害 很多人挺我们 我们很强 那如果既然是如此的话 为什么还会这么的危险 而为什么尾巴战争 我们在国防部的相关的研判里头 却缺乏了分析呢 其实因为 其实已经发生好几天了 而且是国际关注 在台湾讨论很多 所以照道理说 我们政府的任何报告里面 你应该 就算很赶很急 应该要把这些分析 对我们的影响 包括国际情势 经济 政治等等 应该到纳路里面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 一个政府该做的事情 那我还是刚回到一下 刚才的中澳关系 我觉得这也很关键 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 好像国际关系是黑白分明 只有一个清中跟反中 可是澳洲的案例代表说 其实它是一个光谱 看到这位陈雷 这位记者的被释放 其实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跟澳洲的关系 正在改善当中 我们可能还不能说是回春 但至少在修补 而且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 因为真正的关键是在 前政府莫里森自由党时期 他的任期是2017到2022 非常贴近美国的川普政府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里面 莫里森澳洲的前政府 是在所有的议题上 几乎是跟美国靠得很拢 一步一趋 从新疆 香港 到新冠肺炎的 这个溯源的问题 都是站在比较反中的立场上 但是现在的政府是埃班尼斯 他是工党 去年5月就任之后 就会看到很微妙的 蛛丝马迹在做改善 比如说去年 澳洲的新外长 特别讲到说 去年是中澳建交50周年 他认为是一个解冻的好时机 而且去年年底 习近平跟埃班尼斯 在集团体的场域里面有碰面 还有加上今年 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很多的一些迹象显现说 比如说中国大陆对澳洲 之前是寄出很多的贸易制裁 红酒 龙虾 大麦 其实大麦这个问题 基本上已经取消 所谓的惩罚新关税 剩下红酒 但是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个 破冰的一个征兆 还一个很重要 就是澳洲已经证实 他的总理埃班尼斯 在今年年底会访问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他是继七年以来 第一位访问中国大陆的澳洲 这个国家的总理 上任已经是2016年 这个腾伯尔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中澳的关系已经有很大很大的变化 所以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的边迁 会一定程度的影响他的对外政策 因为他对国家利益的判准不同 那很明显澳洲现任的政府 当然还是跟美国非常紧密 是西方的阵营 没错 但是他认为说在经贸关系上面 应该要想办法跟中国大陆 恢复过去比较好的状态 比较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 还有老百姓的福祉 所以这在对台湾 在台湾国际关系而言 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未必是所有事情都黑白分明 只有反中 只有轻中 没有 很多国家 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 他对美中关系的定位里面 可能是在定他认为 最适合他国家利益的地方 当然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优先 有很多只是宣传的口号 所以支持民主自由 支持到什么程度 其实实际到了现实面 就很知道答案了